2019年1月1日,美国洛杉矶迎来这样一群中国人,他们用实力演绎着世界在变,初心不断白冰跑地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行动,表达爱国热情。 快跑中国记录爱国足迹,讲述中国故事安博教育,超越自我突破极限,以奔跑的力量不能未来。 当这些正能量汇聚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他是白冰跑地球的主角,这位被称为中国阿甘,在勇士这位连续奔跑了304天,从南极奔赴北极的中国人,此刻奔跑至美国洛杉矶他们。 是安博教育集团家人一支,由华人华侨组成的快跑团一群去世代巴充满正能量。 妹们在同胞跑至美国之时,毅然行动起来,会给予美国洛杉矶带着中华民族兼任。 与不群的精神安博教育快跑团将与白冰老师一起用奔跑的力量复能未来参与见证,跨越南北极的奇迹阵地抬退。 迈步律动的节奏,是我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模样挥洒的汗水燃烧的血液是我们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激情同胞的坚持和勇敢同伴的鼓励和温暖,都化为一句句响亮的口号加油。 坚持,永不放弃小小的身体,藏着巨大的能量南部快跑团最小成员一起体验快跑的力量队。 远方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都化为脚下前进的动力,正是因为一天有梦想,有信仰的人处于了奔跑意义,与能量方显坚持很贵,出出伟大与不凡踏着力气。 财政梦,只为足迹相连跑出我们安国人的破壁心有境,行无将行动起来这一次,我们让身体和灵魂一起出发以奔跑的力量复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